上课 今天我们先回顾一下上礼拜到底讲了什么 上礼拜我们讲的主要是第六章 而且我们请各位去写程式 我相信应该大部分的同学写不出来 因为这个程式有点难 所以我就自己写了 那语意的辨识 这个在语言处理里面其实是很难的问题 那但是不代表它程式也真的很难 只是说它的概念上比较难 那其实语法理论比语理论不会更简单 语法理论往往比较难 只是语法理论用在的地方比较多 语法理论有用在像比如编译器 比如说一般的各式各样的文件的解析 然后呢自然语言处理 甚至在计算语言学 然后还有计算理论里面 其实都会有 那所以语法理论是比较为人所知的 那在语意上面的理论就比较少人去探究 事实上它并不比语法理论更不重要 觉得它其实是蛮重要的 那我们上次有看程式语言的语意 其实就是比如说这样一个以符语句 那它原始程式的语意跟自然语言的语意 跟组合语言的语意其实是一样的 甚至跟机器语言的语意其实是一样的 那只是这些语意我们认为是那些动作 而不是说一定要用什么语言写 那这是我们上次所说的 这些语言的语意的部分 那自然语言的语意呢 比较不容易抓 所以呢我们在上次的时候 我们有讲过一种叫做 尊门以语意导向来处理语言的问题的 那这个叫隔变语法 Case Grammar 那所以这个隔变语法或隔状语法 Case Grammar它其实翻成隔状不太合适 翻成隔变也不是很合适 Case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两个词都不适合用来描述它 它比较适合的是角色语法或之类的 但是离那个原文太远了 角色就是每一个栏位其实都扮演一个角色 那它是以动词为核心的一个角色架构 那什么叫以动词为核心的角色架构呢 像这边 Row action object by tool 那它是说 举个例子 爸爸用榔头敲钉子 那这句话把它转成隔状语法 那其实它不算是一种语法 它其实是一种语意 那爸爸用榔头敲钉子 OK 这是一种语意 那为什么全部都放在跟action连起来 因为它其实是以动词为导向 它描述的是动作 所以这个语意其实语意结构 其实主要在描述动作的 OK 那这也是一个以动作为核心的 敲 谁敲呢 爸爸敲 用什么敲呢 用榔头敲 敲谁呢 敲钉子 所以 这个东西其实 你说爸爸跟钉子有没有直接关系 其实很难有直接关系 那榔头跟钉子是有一些直接的关系 但是 但是其实 如果透过动作这个敲 再来产生关系会更完整 所以这个是格状语法 Case Grammar 那 有了这个语法之后呢 我们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怎么把这样的句子 一个句子 能够转成这样的格状语法的架构 转成这样的图形的架构 那这里需要一个填充的动作 填充的动作 所以这里有一个叫栏位填充机制 Slot Theory 那这个东西其实在自然语言或计算语言学或者是类似这样的领域里面 其实它没有一个很沉稳的规定这个机制应该叫什么名字 所以栏位填充机制是我根据它的意义 给它命的一个名字 所以如果你在外面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名字 因为它就没有一个共识的名字就对了 OK 那所以呢 在描述这个东西 因为这属于比较研究性的 所以一个东西没有完全固定的名字是正常的 各位所学的以往很多东西 比如说维基分啊之类这种东西已经有固定名字 因为大家都会去学它必定要有个名字 那比较研究性的东西往往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名字 因为有时候人家这样用 有时候人家那样用 有时候两个人用同一个名词描述的是不同的东西 有时候两个人用不同的名词描述的却是同一个东西 所以这边关于名称的部分就要比较弹性 你不要不要就只是看名字不一样就觉得它是不一样 或者是只是看名字一样就觉得它是一样 那不完全 好那这边一个例子 那只狗咬了穿红衣服的女人牙齿雪淋淋的 那这边字典的记录就会记录 狗是一种动物 人是people 那people又是一种动物 animal 那所以呢 那只狗咬了穿红色衣服的女人 这里狗 咬 人 这里就关联起来 那 关联起来之后呢 就去标记 标记 那这个狗是土甲 那咬是 是动作 那人呢 是被咬的那个 OK所以是被咬的物体 就是动作的对象 好所以填充的结果就是 角色呢是动物 它是狗 那动作呢是咬 然后物体是人 然后用什么呢 虽然句子里面没有 但是在我们的蓝位填充机制里面的蓝位 有一个蓝位没有被填到 所以预设应该是牙齿 OK 好 那所以你也可以 如果今天我们有做底下的那个 就是语法的结构数的话 那你可以把那个结构数连到名词的那个NP名词子去 把它放到这里来 这样就会更完整就不只是那个狗这个字 而是那只狗 那人呢就不是不只是那个人 而是那个节点就变成穿红衣服的女人 好 那刚刚看到的是一个单纯的一句话 那用这种处理方式其实还蛮恰当的 但是如果今天呢不是一句话 而是一段文章 你用这种处理就会发现说 我每一句话跟每一句话之间关联不起来 好 所以我们必须要给一个更高层的关联 那这更高层的关联称为剧本 透过这个剧本来比对某个文章 然后让他呢剧本和文章之间关联起来 这样子我们就比较容易抓到 他到底已经走到了剧本的哪一个部分 那什么是剧本呢 用结婚为例子 那男人爱女人 男人跟女人交往 男人跟女人结婚 男人跟女人交配 女人生小孩 小孩长大 外遇 然后呢 男人又爱上另一个女人 女人发现这件事 男人跟女人离婚 这是一个从结婚到离婚的剧本 那这样的剧本我们拿去比对真正的文章 那这边是一篇文章 约翰和玛丽是大学同班同学 在大三十约翰爱上了玛丽 毕业后他们就结婚了 并且生了一个小男孩迈克 约翰毕业后进入一家到公司工作 由于表现良好 所以被拔作为经理 妮可是她的秘书 由于工作上朝夕相处已至 约翰妮可日久生情 当玛丽发现约翰妮可的外遇事件后 她决定离婚 并且取得了迈克的监护权 而两人离婚后不久 约翰和妮可就结婚了 那这样子一篇文章 你看起来是蛮正常的 一篇文章 那它的主题 其实就是在讲 结婚到离婚 中间插了一个外遇事件 OK 那这里 我们去比对 用刚刚前面的这一个剧本 去比对这个文章 那我们可能就会比对出这个样子 约翰和玛丽是大学同班同学 在大三时 约翰爱上了玛丽 毕业后 他们 他们是指两个人以上 所以这里可能比对到男人或女人 那就结婚了 并且生了一个小男孩 麦克 那这个小男孩 麦克 如果你比对比较聪明的话 会知道他是一个小孩 那 约翰毕业后 进入一家到公司工作 由于表现良好 所以被拔除为经理 这一句话呢 几乎都没有被比对到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的剧本是结婚了 没有工作 好 那 尼克是他的秘书 这个也没被比对到 因为 秘书这个东西 不存在我们的剧本里面 由于工作上的朝夕相处 以致 约翰和尼克日久生情 那 当玛丽发现 约翰和尼克的外遇事件 外遇 所以男人女人外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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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比对到 就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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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Case Gramma里面的 那个 一个 Case 有比对到 那 接下来 他 他 女部 所以 显然是个女人 决定离婚 并且 取得 麦克监务权 而两人离婚后 不久 约翰和尼克就结婚了 那 这样就是一个 一个 剧本 的 比对动作 那 上礼拜 我们出作业给各位 对 那 有人写出来吗 有没有 好 没有 那我们现在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状况 好了 好 那 我先 直接执行 好 因为我们没有网路 所以我 我是用水深碟 扣进来的 所以各位 不太能下载到 好 好 我现在做的这个动作呢 是编译 编译 单一句的比对程式 好 那我这个句子已经写在里面了 我稍微把它 拿出来一下 好 句子是什么呢 第一句是 爸爸用狼头敲钉子 好 第二句是 猫吃鱼 好 那我们里面呢 有写了一些 词汇 词汇 我当然 不用把整本字字典全部载进来 因为我只用到这些字而已 那 另外呢 我们对每个词汇 有做一些标记 这标记是什么 比如说 敲 那我用英文来代表它的栏位 用中文来代表它填充进去的那个词汇 那所以呢 爸爸是个people 钉子是个object 狼头是hammer 猫是个animal eat是英文吃 鱼是一种food 食物 但是鱼呢 也可能是一种animal 动物 OK 所以 到底鱼会变food 还变animal呢 你要进一步再去看看哪一个比较合理 那接下来呢 这是我们的cases 就是我们的隔变语法 OK 隔变语法 那里面呢 animal eat food 动物会吃食物 OK 那因为第四个栏位 吃食物用什么吃呢 你可以说用嘴巴 OK 但是呢 如果我们不太在意 我就用怒 就不用表示 那people knock object hammer 就是人敲物体用锤子 OK 那就这样子 所以当我们这样去解析 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说 OK 它解析出来是这个样子 是这样子 people是爸爸 knock是敲 然后object栏位是钉子 hammer栏头 OK 所以它比对到什么 比对到这一个case 比对到这一个case OK 那下面猫之鱼呢 比对到的是上面这个case 好 那各位一定会发现 诶 这个根本就没有程式啊 semantics函数在哪里 为什么会就可以跑了呢 那当然 semantic函数在另外一个档案里面 好 semantic函数在这里 semantic不是函数啦 是一堆一堆函数 还有一些 一些变数 那这些呢 其中slot就是那个每个栏位可以填充的填充值 feo就是每个栏位填充的目前到底填充了几个 tokens就是把一句话变成一个一个的词汇 那词汇会存在tokens 那我们有一个字串表用来储存字串 有一个strtop用来储存字串表的大小 那各位可能要注意的是 c语言在写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尽量希望不要分配动态记忆体 如果分配动态记忆体的话 往往会会造成效能不好 因为动态记忆体的分配很耗时间 那而且你释放之后会造成一些 就是很记忆体很凌乱的情况 记忆体很凌乱的情况就会让你的效能不好 所以我们我这个程式是全静态 完全没有分配动态记忆体 那所以才会需要自串表 当你使用纯静态的时候 你往往就会需要一个自串表 因为不然自串怎么存 那接下来呢 词汇串列 这个is turn is turn的原因是因为我先告在这里 我先告在这里 words is list on cases 这个都是跟这个重复的 那因为我是用include的方式把这个整个档案include进来 所以呢 这边要宣告extend 否则的话 它里面用到却找不到就会有问题 那各位看到我用一个比较奇特的做法 就是我直接include的那个.c档 这是不太正常的 就是在软体工程上面是不好的 但是呢 可以减少一些程式的行数 所以我就这样做 那写书跟写软体有点不一样 写书的时候 我希望程式尽量简单 让大家容易看得懂 所以我这样写 但是如果你写软体的时候 你可能模组化做得比较好 所以你可能要另外用.h档的方式去写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OK 那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呢 这个程式 我们这里的主要程式是semantics 就是语义分析 所以呢 它在这边第一个重要的函数就是semantics semantics做什么事呢 它传进一串四串 然后呢 它先户叫tokenize 把它呢 切成一个一个的词汇 接下来把这些词汇通通印出来 那这会印出什么呢 会印出 本来是 爸爸用榔头敲钉子中间是没有空白分开的 现在变成 爸爸空白 用空白 榔头空白 敲空白 钉子 代表说我爸爸已经变成一个词汇 用是一个词汇 榔头是个词汇 敲是个词汇 钉子是个词汇 OK 这样了解了 好 那所以这个 118行印出来的就是这个 爸爸空白 用空白 这个 有词汇分开 分好的 好 那接下来119行呢 这个tokenize其实是一个自算阵列了 因为它就是储存 第一个自算是爸爸 第二个自算是用 第三个自算是榔头 第四个自算是胶 第五个自算是钉子 就是这样存的 所以我接下来呢 用wordsprint把这些自算通通都印出来的时候 它就会整个断词就印出像这个样子 那接下来呢 我去做这件事情就是cast-based 这个cast-based呢 就是cast-gramma里面 我们去填充每一个cast 然后最后呢 找出最好的一个cast是什么 然后把它的代号based传回来 它是个int 传回来 那传回来之后我就知道最好的是谁了 那最好的是谁 其实里面代表我们有去做评判 有用一个分数来做评判 才会知道最好的是谁 那最好的是谁传回来之后呢 我再重新呢呼叫一次填充 那其实在这里都填充过了 这里为什么再填充一次 因为我希望把填充的那些栏位都印出了 所以我就呼叫一次填充 填完之后我就把它印出来 印出来 那这印出来的就是最佳cast的填充 然后这样就做完了 但是这里其实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这个cast view 就是怎么把栏位填进去 填进那些cast里面 怎么填呢 好 那tokenize 其实我们先看一下tokenize tokenize就是说我把一个字串呢 把它转换成一个一个的词汇 那所以呢我先去words words words在这个里面words就是这些 words里面找 如果有找到那个词呢 那就把它的代号记住 然后呢把它加到token里面 但是如果没有找到呢 我就认为它是一个单字 但是请注意我们的 这个程式里面要求是 所有的字都必须是中文 我没有去处理英文的情况 因为它有one byte and two byte 一个byte或两个byte 那所以如果有英文的话 这个程式会错 我们为了简化期间 不去处理英文 那所以只能是中文 而且是bigfi编码的中文 那这样子ok它去找 如果没有找到那个词的话呢 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单一中文字 所以单一中文字 你注意看我是印出 %c%c 为什么 因为一个中文字是两个byte 所以把两个丢到里面 ok 然后加3 为什么呢 因为字串表两个中文字后面 跟着一个斜线0 所以是加3 那这样子 它tokenize之后 会放到字串表里面 那每一个中文字后面呢 就跟着一个斜线0 好 那这是在做tokenize 就是把语句断词成词汇串列 这是第一个动作 那有了词汇串列之后呢 我们就要做第二个动作 有了词汇串列就把它印出来 印出来 很简单 印出来就是 就是把那个字串一个一个印 一个一个印 一个一个印出来 那这个wals其实就是刚刚的token 印出来 好 接下来呢 第三个这是主要的动作 它 它做什么事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case-based case-based 它是对 就是说ci ci就是那个case的指标 那它说 如果下一个 这一个case不是诺 这个case不是诺 那就是可以填充 它是还没到结尾 那如果是诺 那就跳开了 那如果这个case不是诺 我就呼叫蓝位填充的演算法 去填充 填什么呢 把这个token 就那些词汇串列 然后填到哪里呢 填到这个case里面 然后填的结果 是一堆的slot 是一堆的 一堆的 填充格 slot就格子 格子 一堆填充的格子 那填完之后呢 它会算出一个分数 那这就是到底填了几格 填了几格 就是它的分数 那如果这个分数呢 比到目前为止 最好的分数还要高 那我们就找到一个 更好的case 就把它记住 然后把分数设成它 设成最高的 目前为止最高的 那最后呢 我们就找到了那个最佳的case 就是比对最好的case 传回来 那以这个例子你会看到 这里有两个case 为什么那个爸爸那一句 他就用这一个case 然后猫之鱼就用这个case呢 因为爸爸那一句比对到四个 猫吃鱼呢 那个比对到三个 但是如果你用猫吃鱼去比对 这个敲狼头呢 比对零个 那如果你用敲钉子去比对 这个animal eat food 那应该也比对到最多一个 所以 他会去找出这几个case里面 比对的最好的那一个 这就是刚刚的 这个case past的函数的意义 那 真正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这个case fill 各位看一下 当case past 其实已经把每一个case 都比对过一次了 那 那 其实它里面已经互叫case fill 已经每一个case都比对过一次 那这时候这个其实只是 重新再比对一次而已 因为 比对完之后那些 比对的东西就被丢掉了 那 所以呢 再比对一次才可以把比对的东西再抓回来 这些slots slots才会抓回来 好 抓回来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些 这些 填充的栏位印出来 然后就结束 OK 好 所以case fill到底做什么事 这才是最关键 case fill case fill 在这里 那你会看到 其实程式没有很长 那做什么事呢 一开始我把填充的 每一个栏位被填充的个数都设成0 就是都没填充了 先清空 然后接下来呢 我对每一个token 每一个词汇 对每一个词汇 然后对每一个格子 case里面的每一个格子 那我都去看看说 他们两个有没有配对 能不能配对 那能不能配对呢 依靠的就是这个 这个is list 来决定他能不能配对 比如说爸爸配到people 那这样就是可以配对 那钉子配到object 就钉子跟这一个可以配对 那如果是狼头跟object 那当然没办法配对 那鱼跟object 目前以这个例子也没办法配对 但是事实上 或许 如果你把那个树真的画出来 其实鱼或许算是一种object 所以你这边可能 如果真的做的时候 或许这边还会再加 但是规则越多 你就越容易误配 规则越多 然后你的知识库越大 就越容易误配 所以不见得一定会很好 好 那所以当他找到 那个词汇和栏位的配对之后呢 就把它配进去 配进去就把它塞进去就对了 塞到这个slots里面 然后 fillsSI就是目前这个栏位配到几个 然后就 就加加 因为把它塞进去加加 就多加一个 it is 那最后呢 我们要算分数 就是要传回一个分数 这分数目前我们的做法就是 到底有几栏被塞的东西 那塞了几个 塞最多个的那个 就算分数最高 所以呢 我们这个cast field 是栏位填充的主要算法 好 那这样我们实际来看一下 OK 最后这个semantics在cast field之后呢 就cast print cast print 你就会看到它印出来 people 爸爸 knock 敲 object 钉子 ammer 狼头 OK 这样子 这是爸爸用狼头敲钉子最后被填充的结果 另外猫之鱼最后被填充的结果 你会看到 爸爸用狼头敲钉子每一格里面都只填到一个 但是猫吃鱼呢 你会发现 animal eat food animal可能是猫 也可能是鱼 eat是吃 food是鱼 但你这里会发现 animal它既然可能是猫 也可能是鱼 那到底是哪一个呢 我们这边没有判断 我们直接把它丢出来 让你决定 但是事实上如果你真的要做 做一个决定 那你可能就必须要去有一个启发式的规则 看看说什么样的状况会比较好 那以这个猫吃鱼的例子 你可能就要评判说 OK 那两个不相同的 而且跟这个比对次数比较多的 会比较好 那猫应该会比较好 鱼应该比较差 鱼吃鱼就比较不合理 好 所以呢 这里是我们用case grammar做的两个句话的简单 简单的解析 简单的解析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做一个 好 我再编译这个Squid 剧本的示范程式 好 那你会看到 OK 这个剧本的示范程式呢 它的输入是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在哪里呢 就是这篇文章 好 那我用sentences 其实它是一个字串 字串的阵列 所以要信号在后面加阵列符号 那这是一句话 这是第二句话 这是第三句话 OK 就这样 那我每句话呢 我都去比对什么 比对这个 剧本 Cases 一样是Cases 但是事实上现在它的角色已经是剧本 剧本就是一堆的case所组成 那这每一句话都跟这个剧本的每一个case比对 比对完之后呢 每一句话都会找出剧本里面最好的一个比对的case 然后呢把它比对上去印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约翰和玛丽是大学的同班同学 那这边我们只比对到最好的是man love woman man love woman 但是love其实没有比对到 这里没有爱这个字 OK 但是呢有man有woman 所以他比对到的其实这个case是不完整的 但是目前最好的是他 那所以他就只有比对到man是john 然后woman是玛丽 那在大三十月和爱上了玛丽 这个就比对的比较完整 你看那他比对到的一样是man love woman这一条 但是呢他比对到man是john love爱 woman是玛丽 这个就比对的很完整 然后毕业后他们就结婚了 好 那这里呢比对到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 man比对到他们 为什么man跟他们可以比对到 因为我们这里有写 他们可以比对man 他们也可以比对我们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多数人 有可能是男的 有可能是女的 所以都可以比对到 OK 所以呢 就这边比对到的是 这边稍微 隔开一下 好 这边比对到的就是 毕业后他们就结婚了 他们同时比对两次 一个是man 一个是woman mary 结婚 比对到结婚 所以这里有比对到 比对到的是man mary woman 这件事 那接下来呢 并且生了一个小男孩 麦克 这里比对到的是bom和baby bom比对到生 baby比对到迈克 但是woman没有比对到 woman没有比对到 因为这里没有任何一个女生的名字 OK 好 那接下来呢 他说 约翰毕业后进入一家大公司工作 这里只比对到一个man 是约翰 其他通通都没比对到 所以这句话其实显然是比对的 有点失败的 那因为这个是 我们剧本没有这种公司工作的剧本 所以OK 那接下来 由于表现良好 所以被拔除为经理 三个都没比对到 但是呢 三个都没比对到 大家都零分嘛 大家都零分 那就最后最好的 还是零分了 所以没有 没有比对到 那你可是他的秘书 OK 你可是他的秘书 这时候呢 man man比对到他 因为这是男生的他 没有女部 woman比对到你可 但是呢 秘书这件事情 那根本不晓得 所以我们结婚的剧本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秘书 所以没有 那所以他最后比对到的是 love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这里是一个不算成功 算是失败的比对 但是这也提示了一些讯息 因为他比对到了 如果是在结婚的剧本 那代表说 他跟妮可或许有个男女关系 OK 那由于工作上遭继相处 以致 这样 约翰和妮可日久生情 这时候呢 man比对到约翰 love比对到日久生情 为什么love会比对到日久生情 日久生情跟着love 有没有 这是一个配对 所以 日久生情其实就是 love另外一个 一个表示法 所以john love man love woman 比对到约翰日久生情 妮可 OK 当玛丽发现约翰和妮可的外意事件 所以这里呢 就就看到 OK man男人比对到约翰 女人比对到玛丽 但是呢 也比对到妮可 因为这句话里面 有两个女人 有没有看到 他有两个女人 所以 这个女人 比对到玛丽 也比对到妮可 那接下来呢 外遇 外遇 有比对到 extra macho 这是 这是外遇的英文 那 应该叫 extra marital 吧 我觉得应该是 这样念比较对 marital marry marry是结婚 marital 就是 就是在结婚以外的 就是外遇 好 那 他决定离婚 这时候呢 离婚 有比对到 然后呢 他 woman 比对到他 这句话是 比对哪一个case呢 是 man devoce woman man devoce woman 所以 man没有比对到 但是 有比对到 离婚和他 并且取得了 迈克的监护权 那就是 这里什么也没比对到 只比对到迈克 所以这个其实 几乎没在我们的剧本里面 但你剧本可以写得更详细 有因为 如果今天你的剧本 虽然是结婚离婚 但是呢 如果你把监护权这件事情 也写进来 在离婚的剧本里面 写详细一点 这里可能就可以比对到 但是我们 没有写那么详细 所以这里就没有比对到 那 而两人 离婚之后不久 这里又比对到离婚 这个剧本 但是 man和woman 没比对到 事实上或许 如果你写的词典 写的好一点 那两人可以比对到 man和woman 也可以 就像刚刚的他们一样 也可以 那 约翰和妮可就结婚了 约翰 结婚 妮可 OK 他会比对到 所以大致上 透过这样的 两位填充 我们 有点可能去抓到 目前剧本的进展 那这样子我就 程式稍微可以抓到 一点语意 OK 那这样 大概清楚 我们语意的理论 想要表达的东西吧 好 那所以回过头来 看一下我们的课本 这个 这个 这个剧本的填充 栏位填充 隔壮语法 这一部分 我们实做了 上礼拜没有实做 这礼拜 我们把实做 做出来 那 各位 现在没有网路 所以如果你有网路的时候 你去下载我们的课本 OK 你从这里 我已经有把这个执行的结果 执行的方法和结果 那 放在这里 这执行的过程 这是完整的程式 那你可以把它剪贴下来 可以 那不然我们那个 那个社团里面 我们也会放这个程式的网址 给各位 回去执行 那 现在就不扣给各位 因为 因为我们 网路断了 好 那这是刚刚的程式的 的 完整的程式 好 那其中呢 总共有三个程式 第一个程式是 Case.c 这个Case.c 那 它 Case.c 那就是这个程式 好 第二个程式是主要的 就是栏位填中机制的 那个 Semantics.c 好 那这一个是最长的 程式码最长 大概有将近100 好 Semantics.c 应该有将近100 我看一下 超过123 好 那 最后的呢 是那个剧本的比对 剧本的比对 其实主要也是用 这个 Cemantics.c 那 但是呢 它是一连串的句子 一连串的句子 去比对 这个结婚的剧本 那 你就会看到 它比对出来的结果 就是这样子 一连串的句子 的 栏位填充的结果 好 那 大概今天第一堂课 我们就先把这个 这个 语义理论的部分 实作讲了 那如果你真的 想执行的话呢 那 也可以 来跟我拿那个 随身点 去 去执行也可以 如果 好 那我们第一堂课 先上到这里 先上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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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